四岁小和尚求道 前世是佛寺住持 小和尚出生于1991年9月6日晚上8点 于1994年出家当和尚 小和尚未出生前 王贵珍在佛寺了院挑砖块 有一天晚餐时 忽然听到有人说要去当他的孩子 他听了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有三个女儿 最小的已经15岁了 不久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小男孩 夫妻俩非常高兴 小男孩两岁时 当佛寺化缘的马车停在他家门口时 他很喜欢爬到马车上坐 有一天和尚带他到佛寺 住持屋也借得马看到他愣了一下 心想他竟是前任住持来转世的 住持屋也借得马就到王贵珍家问他 小男孩是否1991年9月6日晚上8点出生的 王贵珍肯定的说 是 住持告诉他说 小男孩前世是佛寺住持来转世的 在涅槃前有交代说 他三岁时要再回来 要我们去找某年某月某时出生的小男孩 他前世叫乌兜利亚50多岁涅槃 确定后 住持要将小男孩领回佛寺 缅甸习俗要小孩出家 永久当和尚 要用卖的否则不长久 他妈妈就以1000元把他卖给寺庙 再用5000元请和尚用餐 小男孩当天剔度 马上就会念经 讲道理 有一天他妈妈到隔壁求道 小和尚在庙里吵着 要住持屋也借的马带他回家 回家他妈妈说 有台湾人来隔壁传道 小和尚说要求道 但是住持不给他求 住持说 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那是台湾来的 小和尚说 释迦摩尼佛也不是缅甸的 后来他妈妈就带他去求道 求道后马上吃素度人 当天度了许多邻居跟和尚求道 小和尚回到佛寺 马上要求佛寺的和尚求道及吃素 他说和尚若不吃素太不应该 若有和尚吃婚时 他就告诉他说 这是违背佛意 不能回天堂 好的 让承主